一樓车庫里白色轿车缓缓倒车准备出门 只见铁卷门缓缓下降后 一名白衣嫌犯竟然从储藏室跑了出来 他小心翼爬上二楼再次确认二楼也没人 接着再爬上楼开始搜刮家中财物 来听一段警方说法 事发在28号下午两点多台南东区一处偷天错 当时一名嫌犯眼看屋主开提卷门 当打扫人员进出时趁机躲进储藏室 等到屋主开车出门后竟然开始搜刮家里财物 得手价值至少约50万元的钻石和手镯 屋内的打扫人员发现五楼有声响下楼查看 但嫌犯已经趁机逃跑 警方获报后也将钓业监视器展开追查